欢迎来到小橱橘花艺学校 我是花艺师吴妮艳 春节快到了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一款特别的春节花蕴 那我们会用今天的这个粉红色的扇子 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创作的基底 那所以我们要教大家做一个春节扇子花蕴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进行花材介绍 好首先呢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花器呢它是一个黑色的长方盒 这个长方盒算是蛮万用的一个花器 无论是你要做餐桌花艺或者是一般的婚礼布置或者是一些拜拜花 其实这个花器都算是很常见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平常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买一个类似这样的盒子 这个盒子我印象中可能台币不到50元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找你临近的花店应该都会有 好那这是一个长方盒黑色的 那我们要把海绵放到花器里 所以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 这个花器呢它是有点往内缩的 所以我们待会呢要把海绵 削得有一点斜坡 所以我们就可以立起来 削一点点小小的斜坡就可以了 接着呢我们要把海绵这个比较直角的地方削掉 所以比较短的边我们就这样压着 削斜坡 那另外一边也是 好接着呢长的边会建议稍微微微的抬高这样斜斜的削下去 那另外一边也是微微的抬高你的花器 好那接着呢每个边跟边中间你会有一个小小的角也可以稍微把它削一下 所以我们就四个边四个角稍微削一下 好 好那我们现在海绵削好了之后呢 刚刚你们可能有看到海绵是会晃动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准备这个是防水胶带 我们要把海绵固定一下跟你的长方合固定一下 那我们可以固定 横的长长的一条 然后接着呢我们要固定短短的两条 好 好那接着呢我们准备了扇子 那我们要把扇子呢固定在 这个位置 就变成这个花器是一个扇子的形状 我们会把扇子呢用这个木棒 稍微撑住它才不会 这样开开合合 所以我们把它撑到最开的状态 那用省力剪刀 那我们就把它这样粘住 那我们就把它这样粘住 那底部这边也可以固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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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它这样就比较不会开开关关的 那接着呢我们要在这个 黑色长方盒这里贴一条泡棉胶 接着呢 谢谢 那我们就把这个扇子 黏上去 好那我们的扇子的花器这样就已经做好 待会我们会在这个扇子的基础之下 我们来创作我们今天的作品 所以我们的花是会有一点点跳出这个扇子的 以这个扇子为基底开始创作 好首先呢我们第一样准备的花材是蝴蝶露莲 那蝴蝶露莲我会尽可能想要展现 它的这个有点微微的头垂坠的感觉 以及它的花镜的线条 好 那我们的蝴蝶露莲就先插了一稿一滴 接着呢我们要插的是白色的美黄 吧 梅花就会建议大家用盛利剪刀 那我们今天梅花就是只有一支而已 我们就插在这个作品的 右边的线条往上延伸 接着下一样花财呢 是纯白色的迷你非洲菊 纯白色的迷你非洲菊呢 我们也插了一高一滴 下一样花财呢是雪英文新兰 雪英文新兰呢 它也是属于这个线条垂坠感 以及花絮是最特别最值得欣赏的地方 所以我通常就不会插滴滴矮矮的 好,那我们的雪英文新兰 我们就让它在作品的左边有点往下垂坠的效果 下一样花财我们准备的是小圆叶尤加粒叶 你的的这个吗? 表面沾一样吗? 咱们的天国的背景 那边像是一样好的 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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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样花费 鱇一样花费 好那小圆叶尤加利叶呢 我们一直插在作品的右边 一直在偏中间的地方 那剩下的短短的呢 我们就把背后稍微点缀一下 先补一补也不要说 顺面都有照顾 但背面都是空的 所以我们背面也补一些高高低低点缀的 小圆叶尤加利叶 下一样花材呢 是可莉粉结梗 超厉害的 给到准备了 一层四个小颗 就位那么多 回头 听说明大ilar 要叫eter 加入来 苗 选手 正览 有 consists的 剥李 拆穿著 好,那可莉粉结梗呢 我们插了一只在作品的右上角 比较偏接近扇子的地方 那我们插一只是往后面走 让这个作品它是有结梗有前后 一前一后的立体感 那剩下来呢,我们就插了一些结梗呢 在作品的背面高高低低的 那尽量不要影响你现在正面已经打造好的线条 下一样花材呢,是 杏粉色、浅粉色的星辰华 那星辰华我们常见的通常会是深紫色、浅紫色 然后白色、黄色 那这款颜色算是比较少见的 那我们今天为了搭配这个扇子去呼应他们的颜色 所以我们选了一款就是比较接近扇子的颜色 比较浅粉色的星辰华 但是,我们看到有那个颜色的颜色 尽量的颜色 然后我们的颜色 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的颜色 这种颜色 看到有点不错 好 那星辰花呢我们擦了比较靠近接近水平的 在我们的作品的右手边 水平的两个小叉是星辰花 那这边也有星辰花 比较靠近作品中后方的地方 那剩下的许多星辰花我们就摆在背后高高低低的 让一些花也过渡到背面来 那下一样花材呢是紫色的松虫草 那松虫草呢我觉得它最漂亮的呢 就是它接近头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曲线连接的头 所以我通常比较不会把它插正面 我会希望有点微微的侧面去展现这个线条 那我们现在就来插这三只 好那我们松虫草插了三只 那这三只分别是在比较偏向中间偏右的地方 那这三只呢我们做一个组群 群聚的效果分别有 高中低前中后 所以我们虽然让这三只聚在一起 但我们并没有三只插的没有层次 也没有让它一样高 我们就尽量聚在一起的话 还是有层次还是有高中低前中后 前后的立体感跟高低的立体感 那下一样花材呢 我们准备的是这个杏粉色的大康奶昕 那杏粉色的大康奶昕呢 有时候我们从华氏买回来 它会是有一点点偏含苞的 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呢 大家可以运用这三根手指头这样 在这个地方 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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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拨拨拨摸摸摸 它就会变大多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插我们的大康奶昕 这这边就是我们先吃的 边缀 这样的地方 好 来 吃 搅拶 来 吃 挣 切 这是 摸 吃 吃 吃 好那现在呢我们康乃馨已经完成了 我们康乃馨在作品的左半部呢 最靠近旁边的地方 很接近水平形的地方我们插了两朵 分别是一起人一后 那后的这支已经很接近水平的状态了 因为我们会希望今天这个作品 它是顺着这个扇子的形状 所以我们水平的也有 然后每一个很像顺着扇子的骨架 都有一个放射状的花慢慢的往上插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背面呢 我们也插了一些滴滴矮矮的大康乃馨 然后让作品的背面也有一些呼应前面的花朵 好那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目前大致上我们所有的花朵的布局 以及我们希望展现的线条都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剩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希望运用我们今天所准备的叶材分别有雪松 尖叶尤加利叶 以及小圆叶尤加利叶 我们要把剩下的空洞慢慢的补满 所以慢慢补满的这个过程中呢 除了你们运用叶子 也可以运用你刚刚这里所使用的花材 没有规定怎么补 但是小提醒就是会建议大家 尽量呢就不要再补更高了 就是你正面欣赏的这个花的高高低低就维持线 所以我会建议接下来再补的花 补在背面中间就是稍微滴滴挨挨 尽量就不要再拉高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慢慢的来把剩下来的空洞补一补 让这个作品变成一个是 比较完整的作品 好那我们的作品这样就完成了给大家看一下 正面呢跟刚刚最后 花布局完的时候是差不多的 我们并没有多补太多花 我们唯一有拉了一只 白色的梅花以及这里拉一只白色的梅花 那其他的花的布局都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那接着呢我们背面就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我们就是把花叶子拨慢 不要让海绵露出来 那我多数的话都是采取低矮的设计 因为我不想要让我的正面刚刚设计好的布局好的花 有其他的后来的花去破坏到 所以我们的正面的花形花的姿态花的数量基本上都是维持差不多 那后面背面补的话就是偏低再更低矮矮的 然后所以就把叶子跟花慢慢的补满 好那这个作品呢其实蛮简单的 如果说你家里没有长方盒的话呢 你也可以就是找一块海绵 或者是你家里有盘子 或者是用塑胶带 玻璃纸 直接把海绵包起来 然后呢 贴一个小扇子 那扇子啊其实 家里如果有 其实就可以直接拿家里现成的扇子 因为其实蛮多人家里应该会有一些可能 春节啊红色的扇子 那假设没有扇子怎么办 你们可以买红色的纸 然后对折对折对折 去自己做一个扇子 也可以做像今天的这个扇子的花里 那因为这个扇子呢是 就是我们之前教室做作品的 扇子 那我觉得就是平常放着也没在用 我就把它设计成像 今天这样的一个春节扇子花里 那所以我们的花的布局呢就是尽量是顺着这个扇子的形状 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所以很水平的地方也都有花 就是很像是一个扇子的形状 那在扇子的形状之中花就会有微微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所以其实是一个蛮简单的作品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春节扇子花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祝福大家春节假期 一切平安一切顺心 新年快乐 我是花医师吴尼燕 小厨菊花医 期待与你的每一次相遇